请问一下三位老师,因为我们节目叫超A女一号,大家对超A的定义分别是什么,然后请三位老师可以互相点评一下对方身上最超A的一点。 我先说,我先说,我觉得超A就是能够取得,在咱们这个超A主一号里面能够取得一个超A的成绩,能够拿到自己理想,学习到自己理想的经验,或者是像前辈请教啊,各方面在引擎方面有所评付,就是超A。 哦,点评还是什么?我点评不合适。 你觉得涛姐身上超A的点是什么? 涛姐身上超A的点是什么? 涛姐身上超A的点,我觉得涛姐身上超A的点会在坚持,因为涛姐在咱们那个演艺圈上的前辈,真的一直坚持下来。 然后张老师,张老师也属于我的前辈,两位都是我前辈,像两位老师学习。 你来。 好,我先来啊。 嗯,超A我觉得是一种态度,一种个性在里面。就是说,我很敢。首先,能够敢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女生,我觉得她们是有勇气。 然后被蹭蹭选拔选拔出来,包括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她们就做到了超A。 然后刘涛姐,那个超A的地方,刘涛姐怎么那么多超A的角色?小泥黄就超A了。 好,谢谢。 龚俊,龚俊,龚俊。 龚俊他超A的地方是在他的那个真诚和帅真吧。 平常太阳地超微乱。 您去听就说。 龚俊,龚俊这种也是一种梦俊,龚俊,龚俊是在那儿,也不是 Exact by错。 龚俊。龚俊是在的就是另外一种梦俊,龚俊,龚俊。 龚俊是在那儿,龚俊,龚俊,龚俊。龚俊的和我最终的这是个因为他们的自动。 龚俊的地方呢? 我还像这种超约的代表,因为在这个角色也好,自己生活当部也好,我觉得我都是一个非常当劣,非常勇敢,然后呢,一直很坚持坚守,然后很勇于挑战自我,我觉得,嗯,然后呢,哲汉呢,我觉得他超约的就是,他也是在坚持梦想,然后永远在敬意,永远在向起, 他身上是一种阳光温暖和气质的超A的美男,然后工具呢,我觉得他首先就是超A的美男子,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AP种精致的这种,就是一个比腰准更高的一种向往,然后同时呢,他又是个非常真诚真实,善良,而且充满,永远在微笑的一个超A的美男子, 所以这个超暖的能量,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因为能量是代表的气,如果你有了一个永远都微笑的能量,就是一种最服务的人和最感染的一个气质的能量,这个是超A的美男子, 我吗,好的,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先要问,粉丝让我们问一下,工军老师,今天敷的是什么价位的面膜,出席这个活动, 今天我们是赶场过来的,然后我没敷面膜,哎,敷了一个,我敷了一个60块,你敷了我第二贵的面膜, 可以的,可以的,之前直播说过了,500多一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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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100多一片是面膜,你发链给给我,所以我那盒里面还有五遍,我两年了,那一片一直舍不得用, 所以第二贵也算是对今天还是重视,其实超A重要的,是的,然后下一个正式的问题来了, 就是咱们今天也录了节目嘛,然后也见识了很多位的超A的学员, 然后就想说如果下一部古装剧的话,张哲瀚是跟工军老师, 要抄一个自己,为对方挑一个超A女艺号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呢, 或者是比如说在演艺圈有一个参照之类的,就,对,对,对,为对方挑选, 我觉得张老师他是不是非常广,说实话,他什么很多角色, 包括古装现在,他警察都养了两个了,现在,这不剩限吗, 就,我们的颜色有的意思,所以你会觉得他一个调皮的, 还是柔情的,还是这个,如果,我觉得如果要给他挑的话, 给他整个,挑一个,挑一个,挑一个,活泼一点, 因为他生活中非常板,不熟的话,如果熟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玩,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现在就感受到了, 是是是,别挑一个活泼一点的,可能, 嗯,现场更放松,也会很好, 你给他挑一个什么样的, 工军就是更需要那个,活泼一点的女生, 去代表他,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 话很少,我们刚才接触话很少,然后, 没接到,他现在是努力的在营业, 赶紧营业, 有没有状态下去,必须得多说, 对,不说,不说,我得表达, 因为他本身,他的性格里都是那种, 很沉默,包括害羞的, 很腼腆的一个性格在他那里,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都我不说话,他们都不说话, 我得不停的去,去,去跟他, 瞎说,现在都是我活跃气氛,好不好, 哈哈哈哈,我相信你, 真的,不是我问陈铃弟弟,问周延, 是吧,啊, 我感觉每次跟你演戏的时候, 都是我在活跃气氛, 啥说的我说,他们都不接我的话, 完了, 不接你的话我接你, 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在准备开机之前, 可能你会多一点, 但是在一喊咔之后, 我觉得会咔着我, 是,他现场非常的, 我们刚开机的时候, 大家都不说话, 我努力的找大家能说的, 聊的那些共同点, 不是,主要他有的时候, 跟那个弟弟妹妹有游戏, 就是他要去带动他, 然后呢, 我跟他演戏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跟他说, 跟我跟他聊, 所以你们俩都想给对方找一个, 就会说话, 很活泼的, 气氛, 是, 是, 对, 超A女女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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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也我也朝这个方向去找, 哈哈哈哈, 可能这种市场上就很缺这种, 啊, 这种顽皮类型, 女一号是吧, 可爱, 凌厉, 对, 灵动的这种, 对, 对, 超姐姐, 如果给他们挑的话呢, 或者说我们节目里面, 可以选择, 其实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 就是, 很自信, 很阳光, 很可爱, 很俏皮, 嗯, 我叫做梅, 就是缺机会的, 小姑娘, 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次的超A学院, 选择出来让更多的平台, 更多的制片人, 嗯, 能够被选择, 被看到,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下一组, 嗯, 合作里是, 超A学院出去的, 女演员的话, 啊, 好骄傲, 嗯, 是, 是, 刚好说我看到第一日的那个说吗, 就是年车, 我看见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看见了, 别让我们射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射贵心死亡了, 射贵心死亡了, 我都看到了, 你也看见了, 我都看到了, 超姐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 我, 我拐过来的时候就看了一眼, 超姐你是不是没仔细看内容啊, 我就看到了一辆车, 哈哈哈哈, 孙老师说一下内容, 下面写的歌王, 舞王张哲, 哈哈哈哈, 叫一下超姐唱舞王张哲, 哈哈哈哈, 歌王一舞王, 哦, 看到了, 超姐你会唱舞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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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要唱,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想好了我们的组合名字, 叫什么, 他不是说歌舞双蛋吗, 然后呢, 我们就后来想一下叫歌舞完蛋, 看我妈都得完蛋, 都得完蛋, 那这个组合的粉丝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叫蛋, 双蛋, 对, 期待我们唱歌的可以在超A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 冬老师小姐 蛋黄派 就是因为你们又很大 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双蛋嘛 蛋黄派 太会了 因为他其实自成一派 有一个付评两位 搁几个跟武器 那你先说 淘姐付评一下 淘姐你听过吗 现场来一下 我给你形容一下 他今天在火车站 有粉丝说了他一套军体拳 是他的舞蹈风格 要打军体拳 对对对 都是这样子 粉丝们还希望你去一下街舞室 今年的街舞室 去一下今年的街舞室 街舞室要邀请我 你快对着我们的镜头 踢进去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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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每一期都有追街舞 你最喜欢哪个舞种 我最喜欢哪个舞种 我最喜欢哪个舞种 我以前有跳过popping 所以怪不得那么像军体 最想加入之前的哪个导师的战队 我不是自己去做战队的吗 哦 是这样的 我都跑不去做学员了 不听到 最适合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跳breaking breaking最帅 是的 是的 地板 这可以给我们转现的扇子绝活吗 什么绝活 斗技都准备好了 扇扇子 哦 哦 这个 哦 转 转 转 练 做练你大家就不觉得超贵了 这个其实不难 好久不 不会 但我觉得你的手很漂亮 哦 你知道 手比较长 手很漂亮 手有像保险吗 没有 哈哈 这又是手必 哈哈 我知道一些钢琴家会给手伤 看这个就是一看这个手就是伏家子 不像我们都看 像干东不会 你是爱打 爱打球 他爱打球 非常爱 郑翰老师说到刚刚这个事情 然后粉丝问说 你愿不愿意加入豆瓣的炸厨房小组 说那你需要你 炸厨房 哈哈哈 我觉得这是一种爱好 不像浩洁粉 这也很奇怪 在家里面也会经常做饭 炸厨房小组就是在家做饭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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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厨房 对对对对 哈哈哈 那你不会的 我其实会 哈哈哈 因为我们江西人都很喜欢吃辣嘛 对对对对 一直为了 那是不是 炸厨房 这也一件很多 我想问一下涛姐,我们今天节目里看到的都是那个班主任带着我们的女生在演过游戏吗? 但其实未来还会有女生的女生的对手戏,男生的男生的对手戏。 你觉得在涛姐来看,这个不同的对手戏之间的差点是什么? 应该怎么样?可以借这个采访机会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对手跟对手之间的信念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我也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们俩每到剧组第一时间好想去找对方说话。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熟悉和这种信任的话,你很会想说,我在猜他刚才为什么他这么演,我跟他的对戏会让他不熟悉。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对方是谁,我们一定要拉近彼此的距离,心心相惜,我们才会共同成功。 是的,我补充一下,我现在看我们刚开机演的那些戏都不熟悉。 我都忘了刚开机演的。 刚开机演的,客栈拍的比较多,就大家一起的去。 是不是觉得好尬,哎呀,如果能多试试一下就错了。 其实那时候也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拍的那个戏呢,我们俩其实并不熟悉,刚认识那些戏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叫你老婆呀? 我看到的。 浩姐,直播。 没有直播,没有直播,没有直播,没有直播。 因为有很多人叫我老公的,其实没关系。 就是一个代名词。 爱称嘛。 对,对,对。 不要,不要,比较连爱我。 那浩姐是演看的身和另一个关系吗? 其实是很火呀,很斑的火呀。 那你对他们两个对手西方是哪一段,觉得是可以拿出来当半本回头认的。 超A的学员们,看一看,学习一下。 天哪,这也是一个太大的考验了吧。 我真是在微博上看到一些片段。 但其实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每天在微博上都会有大概好几个片段。 都是啊。 对不对,都拿出来。 然后呢,都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就彼此,彼此很有默契。 然后呢,我觉得恰如其分的一种感受。 包括我刚才跟那个陈志超导演,还在问他。 我说你好了不起,你的分寸感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他就是一种叫做美好的感受。 是的,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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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对不对。 他们都笑。 你说的对不对。 他们都笑了,刚才我笑是因为。 涛姐,就是你有一个现象,就是你怎么看现在大家就是观众他们,就是磕荧幕CP非常上头,但对现实中的谈恋爱毫无热情这个现象。 这个东西吧,两说,一个呢是荧幕CP是代表我们内心当中的向往的美好。 这种情感它是在内心当中闭着眼都觉得美。 就是美到嘴角微微、张开的那种。 但现实呢,它就是一个,先叹口气,然后呢开始找各种原因,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觉得现实有的时候比较冷厚,比较残酷,和我内心当中的渴望有些许不同。 所以这就叫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但是我们一定要心怀理想,才能够找到现实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要没有这种理想 你就接受了现实 不能 接受现实是很可怕的 我们一定要挑战现实 冲破这个 然后就得到我们想要的 不想要的就不要 好不好 好的 对不对 好 后面要伤害我问题 那边 来 结束吧 桃姐 桃姐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下一部戏可以跟两位合作 其中一位合作 你选择谁 我 不行 太过分了 我一定是被选择的那个人 哦 因为我相信 嗯 他们也是挺愿意选择我的 就行了 而且如果有一天 真的 如果他们跟超A学院 任何一个学员 是有真的最熟悉合作的话 可能我 我认为比我们两个 我们三个 谁跟五个合作 我会 内心当中会更加的开心 嗯 嗯 想问一下那个 工具 之前 张哲瀚在采访中 你看他不会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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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说 我一个成都人怎么不可 不会斗地主 麻将会打吗 不会 哈哈哈哈 我真不会打麻将 我真不会打麻将 我爸妈每天出去打麻将 我就不学麻将 学战到底呀 多次级 成都人不知道 我妈会到很悲仪 成都 我真不会打麻将 我周围朋友 高中同学都打麻将 我不打麻将 学战到底 如果他去成都玩的话 你会带他去做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或者招待他干什么 我一定要吐槽一下 问到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们剧拍到一半多 我请大家吃火锅 剧片人还有主演们 然后张老师 迟到就不说了 最后一个道理 然后敷着面膜来着 然后第一个走的 为什么第一个走 他说我请客 他他他他他给吃吐了 他回去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你说一说 因为因为那天正好是 快 其实快要 快要杀青了 对对对 快要杀青了 还有中午吃了 然后我在那段时间 因为天气也热 然后包括角色也飞得很紧 吃得很爽 其实整个那段时间 然后那天呢 我就整个一天呢 我都没怎么吃饭 我就打球去了 打完了以后 一听说空老师请客 哎呀 那开心 赶紧回去洗个澡 贴的面膜就 就冲过去了 挨打挨的到了 不好意思 晚到了 然后呢 倒下坐下 我就开始吃 吃 吃吃完以后不够 加加加加 真的牛肉给我加了好几份牛肉 最后那两份牛肉都没吃完 没吃完 在最后两半上的时候 你觉得有点灰性 等我一下 我说我去厕所了 不舒服 结果真的一到厕所就开始吐 导致我一个多月 我就根本就不想吃过了 见到看了火锅就饿了 吃太多了 就那种突然好久不吃 不吃很多东西 然后突然一天也没吃东西 突然吃太多就开始吐 然后我说你们慢慢吃 你们慢慢聊 我又先走了 我实在顶不住了 就真的很难受 你就一直在吃 他真的一直在吃 没停过 我们聊天看也不停 他就一直吃吃吃 就很久没吃过那种美味 你知道吗 火锅 太好吃了 肉太香了 就一直在吃 所以就是你一起吃饭 他就会吃饼 所以就是我请客的原因 我找到人 也有这个原因 第一个是吃饼 第二个是吃吐了 第三个也是有 龚老师要是能请一顿饭 那不等到杀青的时候 是不是 要想让龚老师请我们吃东西 我上去问制片人也在 然后弟弟妹妹都在 我说今天谁付钱呢 我说又是马姐付钱 不会让我付钱吧 然后大家说龚老师 说龚老师付钱 那吃吧 没问题 可以吃了 龚老师 就是你有关注到 大家说你在山河地里面的 那个古装扮相 很像年轻时候的 炎一宽老师 然后今天他是古装四美嘛 然后今天也在现场碰见了 不敢当 你觉得有点像吗 涛姐觉得 或者说 涛姐觉得像吗 我其实觉得没有那么像 我觉得没那么像 因为我觉得 炎一宽老师 他长得有点那种 欧饭 他们俩 这就是一种感受 是 他的那种 清秀的感觉吧 我看咱俩 有这种感觉 江西人的审美很一致 不一样 我们先认为最后一个问题 好吧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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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